然而,这段画面也引起了一部争议,部分网友认为他所播的内容为造假。 对此,晚安小鸡郑重地说,若有人不相信我,他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电影来看。 2020年,大同区一处荒废的医院里,直播主晚安小鸡于探险时,意外地发现了一句上XX的XX。 这一事件使他于众多网红中脱颖而出,一息爆红。 然而,随着他经常直播所谓的灵异事件,许多观众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。 为了解开这层迷雾,有媒体对晚安小鸡进行一场深入的专访。 在访谈中,他坦然回应说,每一位直播主都会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声音,不可以仅仅因为他们对我所述内容持有怀疑,就将他们视为酸民。 他们只是拥有不同的信仰和观点,晚安小鸡经常直播他探索废弃的老屋和凶宅。 这些地方往往被认为充满灵异色彩。 在他近期的一次《日本之旅》中,他更是捕捉到一段令人震撼的画面。 一名身穿白衣的神秘女子突然在镜头前消失,令人不寒而栗。 然而,这段画面也引起了一部争议。 部分网友认为他所播的内容为造假。 对此,晚安小鸡郑重地说,若有人不相信我,他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电影来看。 那一天,直播的在线观众高达四万人。 若真的造假,如此大的场面下,非常容易出错。 但是,那名女子真的就在我镜头前消失。 以现代的科学角度,我也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,虽然面对着这些质疑。 晚安小鸡仍然保持着开放的心态。 他坦诚在直播中确实有时会加入一些特效。 以增加直播的恐怖氛围,是粉丝有更真实的体验。 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节目效果,没有任何其他意图。 他目前已直播三年。 但这样的工作也为他带来了不少身体上的问题。 他透露我自己的体质有改变。 虽然还是没办法看见,要看见可能要开天眼。 我的体质比照亮,三年前的话有点改变。 像我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。 像我这个月要开鼻痘炎刀。 我之前身体状况没那么差,这也是职业伤害。 因为废弃的地方都有一些粉尘。 我又都不戴口罩去探险。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? 欢迎留言讨论哟。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。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,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。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,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,一起来投稿吧! pou整天精神的学生。 感谢观看